你怎么了 你脱单了 你小生病 你跟丽腾第一次见面就确立了关系 还是你先提出来的 任念初 你简直铁书开花呀 看来我要重新审视你了 五年来一直维系着 禁欲系人设的钢铁侄女 居然在第一次见面 就确立了关系 我呀 就是想看看她到底是不是利 还有别的原因吧 你别说有的没的了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作为熟读网文三千的干将论坛霸主妃 像拆穿假十一这种套路呢 我还是很擅长的 首先呢 你可以故意跟她提一些陈年往事 看她的反应啊 这招我试过了 她跟我说让我不要提别的男人 那这个利腾 高手 要不第二招 拔她的头发 偷她的牙刷水杯测DNA啊 跟利比 你这什么招啊 我上哪去找她五年前的DNA啊 也对呀 怎么办呢 看来 只能是最后一招了 什么呀 人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 推倒她 你说什么呢 少跟我装了 你们俩不都有俯卧撑呢 或者她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印记啊 例如疤痕什么的 疤痕 谁啊 你怎么了 我去找医生 过来 你觉得这个地方我会想有 有医生吗 可是你的伤 手里里有纱布和药 你 你 你 别动 别动 你 你 你受伤了 今天就睡床吧 我睡床 你跟我睡啊 本来就是你的床 你不用管我 你别乱动 你都受伤了还逞什么枪啊 我 你 不 你 你 我 你 我得到一个重要消息 左教授 我查到那个组织的实际控制人了 他叫大安 是五年前爆炸中死去的伯父的儿子 他们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这个你放心 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是在太整 而且当时硬币发射信号的时间很短暂 所以他们应该没有收到什么信号 这么多天了 这信号再也没发射过 这个芯片本身有定位器触发机关 芯片插入手机后 定位信号就会再次被开启 拔掉就消失了 那这么说 当时信号发射 是被人偶然触发 不过 这信号虽然是从西微剧团发射出来的 但是也不见得这硬币一定在阮小姐手里啊 硬币一定是五年前有人从太整带回来的 西微剧团除了他还有谁 所有人都认为 硬币在五年前被炸毁了 包括我 却没想到让嫂子无意间带回了云城 这叫什么 这就叫缘分 我一定要尽快把硬币给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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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答案查觉之间 嗯 这化妆时间这么长 嗯 他肯定去约会去 嗯 是啊 今天是有点反常啊 嗯 等着瞧吧 说不定啊 这次有戏了 念念 你电话一直在响 谁啊 喂 现在几点了 我刚刚在化妆没看时间 哎 你是怎么知道我号的 线里十分钟迅速下楼 不是 十分钟都不够我化 不用化妆了 我又不看了 不是 你不看我要见人哪 我化妆怎么见人 哎呀 你看你这衣服 你看你这是怎么办 妈妈我来不及了 啊 谁啊 是上次送你那个 开黑色吉普那人吗 我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你你 这这孩子 你 好 人呢 人呢 这是什么新套路 我看看拍得怎么样 真好看 那是因为星星长得可爱 嗯 这是 你女儿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